緊張,或是它移動,或是說它打哈欠,或是腳踢一下 或是身體這樣換一下,或是它用力一下緊張 那這個高度你不能用它來當做一個平均數來除啊 那是完全,那個反而就錯誤的啊 所以當我們發現那個我們有疑問,我們在量過了以後 如果兩次都一樣,兩次都差不多 那就差不多,那就沒有關係 那如果說有一高一低,就量第三次 一高一低超過多少的時候算是 沒有,這個感覺,這個很難講 有人說五以內就OK 沒有,沒有那麼小啦,你隨便換一下它就跑了啦 那所以是十 你看看一四八跟一二四 你這一聽就覺得兩個差太多了 你有沒有感覺一四八跟一二四 差很多 你不覺得差很多 對對對 如果差一個三五都是很好的啦 三五都沒有關係 你可能隨便換一下,或是心情緊張一下 或是血管沒辦法回來,就有一個誤差 是 但是你差到二十幾,那就一定不正確 對 一定是有一個不對 是 你看它一四八一二四 我們自己用腦袋想也知道這一定有一點狀況了嘛 是 是 就像剛剛我們量 還沒按之前 一一六 那跟七十幾 其實那時候應該要再量第三次 蛤,什麼東西要量第三次 我們剛剛一來是還沒做按摩之前 對對對 有一個一一六嘛 啊哈 然後一個七十七十幾嘛 七十一 其實那時候應該再量第三次 不過我們平常都七十幾啦 所以我那時候就沒量 正常也應該要第三次求生 有啊,我們有再量過啊 我們剛剛是一一六的時候 我們後來有再量,變七十九 對,那還要再量一次 還要再量一次,為什麼 因為兩個落差大的時候 你要確認 所以要再量一次 剛剛應該再量一次 對 如果有大落差 我們要確定是我的操作 還是它是什麼狀況 這是比較嚴謹的一個做法 是是 啊,那時候我忽然想 啊,七十幾跟平常量一樣 就忽略了 但是如果說 一個比較嚴謹的做法 是說還要再量一次 再量一次 哦,這樣 到底我是低的正確還是高的正確 哦,是是,有道理 對 所以我們剛剛沒有量 再量第三次 對 所以就不知道到底是怎麼樣 嗯 像這個148124一定是 不是操作物 就是家媽媽的身體的一個 因為短時間血壓不會 哦,就是說是怎麼樣 那我們就再確認一次 嗯 第三次 嗯 哦,了解,了解 哦,一高一低 啊,兩個不一樣 你到底要相信誰 都不能相信 就像你那時候 不是問家媽媽的 中小也問了 嗯 那個也問了 啊,兩個講不一樣 你就要找第三個再確認一次 啊 就是我覺得最主要的 不是問醫生 可能是我們真的把這個 紀錄 這血壓的紀錄弄清楚 到底哪一個才是真正的 嗯 好,現在出來了 是118 70 74 118 那就跟124差不多 所以還偏124 它就偏比較低的 118 70 74 對不對 我們第一次是124 124跟118 其實差6是還好啦 118 70 74 所以大概在124 所以124那個是比較正確的 4.56 對 4.56 4.56 那